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巫对她们进行了诅咒 受到诅咒之后 公主在早上第一缕阳光出现时 就会变成油画 而王子则会在傍晚最后一缕夕阳消失时 变成诗笑 他们两人一天中只有在日月交会的那一刹那 才能真正地见面 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不离不弃 守护在对方的身边 这就是最近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故事 我也想借助这个童话故事呢 告诉一些恋人 天长地久 不过一句我喂你 你喂我 好了 到时间了 我又该跟大家说晚安了 明天的同一时间 你们的老朋友张瑜 依然在这里等着你们 晚安 夜里三点左右 夜间电台主持人张瑜会转时开车回家 他的招救王五的妻子康乔 此时应该正在熟睡当中 今天 他给观众说了一个关于日月不能相见的情侣的童话故事 这个童话很像他和康乔的爱情 在这以前 他前女儿跟他里的爱情都是美好的 每天夜里三点一刻 康乔都会给张瑜做一碗面 然后 接着睡觉 按照以往的规律 张瑜三点半就回到家 然后把车钥匙放到老地方 以方便康乔第二天开车去上班 对于普通人来说 吃面仅仅在意进食 而对于康乔和张瑜 吃面是一种交流 面有点咸 这说明那一天康乔的心情不太好 看着这碗不太美味的面 张瑜突然觉得有些熟悉 他想起了一些两年前的事情 那时他和康乔刚结婚 还没有过上日夜相隔的日子 康乔的水果 我看 面是面 新学的菜 你点点饭 哎 做给你吃吧 嗯 嗯 瞧瞧 我觉得 这个面的味道有点 嗯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直爽 别以为你给我戴高帽了 我就能把它全都吃完 我就不信你能吃了 我就吃给你看看信不信 你吃 我 我 不看不看不看好不好 不看好不好 哪有哪有一个是好东西 我 我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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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 哈哈哈哈 你长得像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地方好像吗 哈哈哈哈 哇塞 怎么做到的呀 嘿嘿嘿嘿嘿嘿 后来 章鱼被调到了 电台的夜景节目 自此以后 宅在屋里一起吃饭 看电影的情节 再也没出现过 每到深夜 章鱼只能把 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小 无聊地看一小会儿 然后再去睡觉 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财富分配 是不平均的 这其中包括 被子 章鱼中学打破过 全市百米端跑记录 大学参加过 台军的社团 而康乔 从小体育课 就没有及格过 但是在抢被子的环节上 章鱼从来没有 战胜过康乔 这 就是爱情 康乔每天早晨起床之后 第一件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看到桌子上 有一个空碗 这一天夜里 康乔做了一个梦 他梦结章鱼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发现 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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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见一碗 没有吃完的面 康乔会有一点失望 但是此时此刻 这一晚满满的面 让康桥有些不安 对于张宇的消失 此时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百个可能 其中九十九种灵感 来自于韩剧 八点四十五分 张宇的梦还没有进入下半场 而康桥 已经快要迟到了 因为作息时间的想法 所以康桥和张宇的沟通 都是之后的 便条是进面条之后 另一种沟通模式 有贴在墙上的便条 贴在食物上的便条 贴在洗衣机上的便条 贴在玻璃门上的便条 还有贴在面条上的便条 侵略之间有时候会拿错东西 比如 比如手机 今天 张宇和康桥的手机互换 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麻烦 第一个麻烦 来自于一个叫小绿的人 但这不是重点 接下来 更多的麻烦 来自于他们彼此的手机闹铃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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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理想 希望大家今后能够 鼓起干劲 我就喜欢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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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 我刚刚说哪了 别忘了咱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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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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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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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都是一个样子 我 我 怎么了我 你赶紧给我老实交代 我交代什么呀我交代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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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来什么这谁呀 小丽是谁呀 你不做什么 她就小丽 你去 你去做做什么 你以为我不敢见 喂 张雨 你那么有病吧 一天都不接我电话 我找你还有事 喂 你才有病呢 你们全家都有病 你一大男人叫什么小丽 讨厌 笑什么 你们女人呢 一天到晚就是到胡思乱想 电话给我 又怎么了 不给就不给 我说 咱俩快点把座位换过来 把我上哪儿去吧 快点 快点啊 我哪儿去 你去小丽 看我去哪儿买给我 你去家你去吧 你去吧 需买是我去哪儿五个 小焦 我今天那个 把菜都给你买好了 但是我没带钥匙 没进去下门 你晚上自己做饭啊 菜都给你放那儿了 我的姑奶奶了 你又怎么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老实地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听你小爷 还真得给你表现表现 什么叫直男 你干什么 什么叫直男 你这个小样了 我听 我听 不是 你没有错是我错了 我错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雨 我们又见面了 在节目的开始 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 我昨天晚上遇到的事情 在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多钟 我开车回家 结果呀 在我身边发生了一起车祸 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位司机 因疲劳驾驶而在车里睡着 谢谢 结果呀 就撞在了旁边的柱子上 幸亏及时发现 送到了医院 才挽回了一条生命 在这里呀 我也想叮嘱那些 特别是开一夜车的司机 你们俩如果真的很困很累 哪怕在路边停一小会儿 咪一小会儿也好 我们这个深夜漫谈节目呢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你俩第一次四点 康乔突然觉得 自己也能为他做些什么 于是开始了一个小计划 即使无法近在咫尺的陪伴 也可以送去一个 甜蜜的温暖 好了 先回来听一首 有我专门为你们 精心准备的 特别温馨的歌曲 拍下来街边小管特别的状况 来记录和这咖啡聊天晒太阳 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提防 为了留住你的眺望 各位听众朋友 不愿意和大家说三戏啊 不过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的老朋友张宇 依然不在这里 不愿意和大家 能不能放开 不愿意和上 不愿意和声 不愿意和声 也不选择 也不愿意和声 也不愿意和声 这么 Felicite 不愿意和声 说你是真的 真的 从现在开始呢 你不要说话了 认真开车 因为我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你最最最 最爱的主持人康乔 你也可以叫我去乔 今天呢 开始我们要开播一档 新的午夜节目 名字叫做 康乔的午夜电台 每天晚上凌晨三点 准时与您相约 陪伴电台那头的你 希望这个节目 能够让唯一的听众 张雨同学在开业 回家的路上不再孤单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千万不要开车睡着哟 下面先为听众朋友们 献上一首有我亲自演唱的歌曲 名字叫做 金过 希望你能够喜欢 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还是想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跟腹窝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刚我问你说啥我都忘了 你干啥 不好笑 身心病 就不好笑 回来我 回来我 回来 大人家的 你 你干嘛啊 不是 张云 你能不能把他去那儿给我记上啊 但是我相信你 你是世上唯一仅存的好男人 天赋了 追换我